2017年伊朗德黑兰的一个广场上 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倒计时显示屏 倒计什么呢 以色列的灭亡时间 灭亡年份定在2040年 顺便说一句 这个广场叫做巴勒斯坦广场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 把意义之间的仇恨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伊朗抹拼以色列的时间似乎也大幅缩短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警告说 只要开战 48小时摧毁以色列 那么意义之间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曾经的曾经 意义关系还不错 1948年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 伊朗世纪土耳其之后 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中东国家 特别是1953年 清西方的巴列维成功掌权之后 意义关系明显改善 大家看这条管道 建于1968年 叫做泛乙输油管道 由伊朗以色列合资建成 北起以色列的阿什克伦港 南到埃拉特港 当年呢 伊朗就把自己的原油送到埃拉特卸货 因为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实行禁运嘛 所以以色列呢 要从伊朗那儿买油 同时呢 再把石油通过泛乙管道 输送到阿什克伦 帮着分销到欧洲 不过这样的友好局面 没有维持太久 1979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了 伊朗的外交方向 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成为了中东地区的反美强硬派 而以色列自然也就成为了 伊朗的眼中钉 伊朗切断了和以色列的一切联系 航班停了 民众不再往来了 以色列驻伊朗大使馆 也变成了巴勒斯坦的大使馆 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 还将斋戒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 定为圣辰日 伊朗各地就在这一天 举行大型集会支持巴勒斯坦 不得不说 在这一点上霍梅尼还是很有策略的 他提出巴勒斯坦问题 不仅仅是阿拉伯世界的问题 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问题 这样伊朗就可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采取强硬的立场 去争取自己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力 伊朗可以自信地说 我才是关心巴勒斯坦的那个人 保护弱者的人 同时也可以逼迫和美国交好的国家 例如沙特处于被动 慢慢的伊朗盘活了自己 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像黎巴嫩珍珠党 也门胡塞武装等等 普遍被认为是伊朗的小兄弟 这些力量也坚决支持巴勒斯坦 将以色列视为仇敌 大家知道胡塞武装的官方口号是什么吗 美国去死 以色列去死 诅咒犹太人 胜利属于伊斯兰 10月7号的袭击之后 也门胡塞武装镇守曼德海峡 多次袭击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迪巴嫩珍珠党也频频往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虽然伊朗没有直接出手 但是我想以上的这些 足以让伊朗关系的恶劣程度 再上一个新台阶 当然了 以色列也是一个狠角色 肯定要回击伊朗 这就引出了意义之间的第二大贞结 伊朗核协议 伊朗一再强调发展核能只为民用 从未制造核弹头 但是以色列不信 内塔尼亚胡经常亲自上阵 在各种场合大骂伊朗师骗子 强力输出伊朗威胁论 其实外界有猜测 拥有核武器的未必是伊朗 倒有可能是以色列自己 但是以色列不承认 并且一口咬定 伊朗发展核能是赤裸裸的威胁 这是位于伊朗中部的纳坦兹核设施 它是伊朗又浓缩计划的核心部分 2020年7月这里发生了爆炸 部分精密仪器遭到破坏 2021年4月这里再次发生意外 电力系统故障 还有2020年11月 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 在德荷兰附近遭暗杀身亡 伊朗将几次事故的矛头都指向了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的反应很妙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伊朗和以色列有一个相同点 就是在中东地区 他们都是少数派国家 一个是以犹太人为主体 而另一个是十一派国家 所以伊伊两国为了安全 其实在谋划同一件事 就是把对方塑造成地区的敌人 并且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力 而巴勒斯坦问题和核问题 就是伊朗和以色列打击对方的最大抓手 这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伊朗第一个跳出来对以色列放狠话 我看当时有网友评论说 伊朗你别口嗨 别光说不练呢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来了 恨不得首任对方的伊朗和以色列 会不会正面交锋呢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从伊朗的自身情况来看 他经历了美国的长期制裁 很难去承担一场战争 从地区层面来看 如果伊朗直接下场 会导致冲突的大规模升级 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混乱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 如果伊朗和以色列欲棒相争 谁会渔翁得利呢 谁会不费吹灰之力 成为地区唯一的老大呢 想到这一点 伊朗恐怕不得不忍下 对以色列的恨意 不久前哈马斯领导层到访伊朗 哈梅内伊面对面亲口告诉他们 伊朗不会参与冲突 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提到的 那个倒计时牌吗 说这个牌子呢 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 哈梅内伊犯话说 25年后 以色列将不复存在 我想 无论是25年抹掉以色列 还是48小时摧毁以色列 更多的只是一种宣誓 而不是真正要达成的目的 而这对中东老冤家 恐怕还要继续斗下去